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你太胆小 而是寂静之力吓人的套路太单一 因为剧情设定的缘故 主人公一家在听觉发达的怪兽统治下生活 而不能发出声音 所以他们一切行为都要尽量小声再小声 说话尽量比手语 走路要铺上细纱 孩子们玩玩具都是无声版的 在这种先决情况下 任何出声都能成为惊吓 所以贯穿全篇的惊吓方式只有一种 那就是突然的出声 这在恐怖片里叫做Jumpscare 就是突然跳出来的惊吓 是最老套但最有效的吓人方式 寂静之地全篇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吓人 例如突然被打碎的灯 意外发出声音的松鼠等等 这种方式虽然达到了恐怖的效果 但还是过于浅显 说到这里给大家讲几个恐怖片的恐怖套路吧 除了刚刚说的Jumpscare之外 大约还有这么几种 一 大量的血浆和血腥镜头 比如德州电锯杀人狂那种 二 发生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 比如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上突然听到了哭声 三 利用力量不对等的压迫 比如你在被某种怪物或某人追逐时躲了起来 对方在寻找你 你看到他的脚或者刀就在眼前 而他还没有看到你 四 利用人们先入为主的不相暗示 例如我们想到棺材 红色秋花鞋 笑容诡异的娃娃就已经觉得很害怕了 所以要是带着这样的预判 去看恐怖片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当然我也就这么一说 看恐怖片的时候我也会瑟瑟发抖的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恐怖片和惊悚片两者是通用的 但用戏九起概念来两者还是有所不同 恐怖片是horror film 以神怪传说为基础 通过出现令人恐惧的怪物或人 做出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动作来让人感到不安惶恐 有时其中还含有大量暴力的行为 像午夜凶灵 咒怨 电剧惊魂都属于恐怖片的范畴 而惊悚片是thriller 主要是在恐怖片的基础上融合更加悬疑的剧情而构成 利用绰绰复杂的剧情或叙事手段来引导观众产生恐惧 恐怖片的恐怖多存在于视听这样的感官层面 而惊悚片的害怕则存在于心理层面 惊悚片的分类更加细致 有黑天鹅这样的心理惊悚片 有恐怖直播这样的政治惊悚片 但其实我们在定义一部电影的时候并不会划分的这么详细 很多时候我们都把恐怖片和惊悚片放在一起说 比如寂静之地在豆瓣的标签就是恐怖和惊悚兼有 母后军 我看这个寂静之地的时候 看了刻不太劲 几次都快睡着了 这是为啥的 希望你睡着的样子没有吓到旁边的人 我前面说了寂静之地的恐怖完全来自于一惊一丈 争战好的恐怖片不需要用这种抽风式的惊吓就能把观众吓尿 比如库布里克的名作闪灵 闪灵通片所营造出来的紧张和压抑 能使观众的恐惧一直处于爆炸的临界点 闪灵将人陷入巨大空间而孤立无缘的恐惧之中 再加以意象上的反复来强调这种恐惧 例如第三人称视角镜头的大量运用 低角度拍摄过道骑车 让观众无法预知下一秒会出现什么 再赋予多次出现的血浆双胞胎女孩 彻底地破坏了观众的安全感 我们眼睁睁看着杰克这个人物从正常人变得疯狂 从丈夫和父亲变成杀人魔 这个过程也是恐怖气氛营造的一部分 人如何面对心理上的超自然现象 挑战了我们的知识界限 这种心理暗示和心理迷宫 又恰好和影片中封闭的酒店 看不清方向的花园迷宫而契合 所有的这一切加起来造就了闪灵的成功 这种能从心理上让人发毛 并且产生深思的恐怖片 才是真正好的恐怖片 刘品薇如我怎么会给你推荐男友的恐怖片呢 今天我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三部华语恐怖片分享给你 内地 香港 台湾 各一部 首先是内地 拍摄于1988年的《银蛇谋杀案》 是内地电影中少见的Court片 它的导演是李绍红 对 就是后来拍了大名公辞 橘子红了的李绍红 《银蛇谋杀案》是国产电影史上 罕见地讲述连环杀手的电影 贾鸿生饰演的变态 利用剧毒的《银环蛇猎杀女性》 影片的风格也是偏向冷峻和前卫 得亏80年代末期的电影审查宽松 要是放到现在 我们根本无法在电影院看到 变态杀人狂大战银行抢劫犯 电钻插手 镜子割破锦动脉 电梯压扁人这样的剧情 香港恐怖片近些年来中 我最喜欢的是麦俊龙的僵尸 它是由有日本恐怖大师之称的 清水虫建制的 在恐怖气氛的营造方面 做得格外出色 在致敬林真英恐怖片的同时 汇入日式恐怖片的鬼怪表达 再加入了一些美式血浆片的元素 营造了麦俊龙独有的恐怖片审美 不只是惊叹 这居然只是麦俊龙的处女座而已 台湾恐怖片我推荐双童 就是被《唐人街坛案2》 致敬了个彻底的那步 把中国道教 古典伦理和恐怖惊悚 融合得极好 梁家慧的表演更是亮点 你尝试过被一部恐怖片感动到哭吗 双童就能让你寒冒树里的同时 被感动得泪眼婆娑 我很喜欢寂静之地的这种设定 就是不能发出声音 否则就会死的这种 我想问问就是 还有没有同类型设定的这种恐怖片 我推荐几个拥有同类型设定的影片 来满足你的观影需求吧 《黑暗侵袭》 里面的怪物因为长期处在黑暗的眼洞中 而失去了视觉 只能依靠声音的来源来捕杀猎物 寂静灵 片中的血腥护士因为没有脸 所以只会被光和声音所吸引 顶住呼吸 影片里的盲人老头 听觉堪比超胆霞 遇到他一定要快跑 不然被他抓住了就会被他 异形魔怪 片中的怪物是地下生物并且没有眼睛 只能通过声音来判定位置 生化危机 里面的舔食者也不需要依靠视力 因为他的听觉异常发达 以上这些设定都和《寂静之地》有所相似 大家可以对比看看哦 好了 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节目就点击关注订阅 投币收藏转发评论 这个流程走一波 关注微信公众号C末尾 还可以看我第一时间为你评新片评经典 我们下期见 See you